《國情講情》 歡迎大家收看《國情講情》 今天我們就衝出了錄影室 來到書展這裡 就是介紹一本新書 這本新書就是教授民主動力那邊出的 就是叫什麼名字 叫選舉工程師 就是說是一個選舉的入門書 其實老實說 真是很資深的議員 就未必需要看這本書 那雖然說這本書就說 講一些選舉的必殺技 主要的目的其實都是給一些年輕的朋友 他對參與政黨 參與民主運動 或者是對參與選舉有興趣的 我們希望給他們看一本入門書 刺激他們思考 加深他們的興趣 他主要目的都是這樣 這本書我就知道了 除了第一集 準備會有第二集的 是嗎 是啊 這本書就是 第一集 就是說幾正面的 從事選舉的朋友 有志選舉的朋友 這幾樣東西都是要值得你思考 值得你從這方面去掌握基本的技巧 去發展自己在這方面的才能 下一本就似乎是大家想集中一下 講一下哪吒招數 提醒大家 在選舉之中 大家很可能會面對一些 不是那麼道德 但是表面上有合法的對手的招數 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 雖然今天是書展的最後一天 但是 繼續有得買 應該在各大書局都有得買 是啊 希望大家對這本書有興趣 其實如果你對這本書有興趣 基本上都是反映到 你會對香港的民主運動 對香港的選舉 對香港的政治有興趣 事不宜遲大家看看新書推介會 各位朋友 各位喜歡看書的讀者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今天來到這裡 就出席我們這個選舉工程師 香港選舉《九招必殺記》 哇 名字很厲害 新書推介會 選舉工程師這本書 其實就是由民主動力他們是編著的 而由非傳媒有限公司是發行 還有由世界出版社發行出版 我首先自我介紹 我就是今天的主持李永成 我自己是非傳媒有限公司的市場總監 今天首先介紹我台上的嘉賓 首先就有民主動力的召集人 蔡耀昌先生 跟著有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鄭宇錫教授 那一息間其實我們有 兩位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都是on the way 在院處見到我們有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先生 請上座 還有另外一位 還有另外一位 就是立法會議員 兼北區區議員 王成智先生 他也是在路程當中的 事不宜遲 介紹完今天的嘉賓 剛剛有些記者朋友都問 選舉工程師 我們作為一間出版社 多得民主動力 他們其實在好幾年前就邀請我們 一起合作出一本關於選舉的書 而這本是 知道是香港第一本是 介紹有關選舉工程的專書 我們過去這幾天 無論是出版社或是發行商 都看到選舉工程師 都一直有動的書 很多朋友可能對這本書都有興趣 我們都希望透過一本 香港第一本關於選舉工程的書 可以將選舉民主 或者一些人權的概念 推廣給大家 所以我們作為出版社 亦都很支持民主動力 他們這一本的書 不如這樣 我先請民主動力召集人 蔡耀昌先生 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本書的內容 好嗎 給點掌聲蔡耀昌先生 好嗎 各位 都很喜歡書 讀者母 各位市民 各位朋友 歡迎大家 走開 走到差不多都可以過來我們這裡 坐一坐 你都可以同時看看 你都可以看看 我們這一本的選舉工程師的推介 這一本書 就正如剛才 李偉誠先生所說的 就是 香港用來的第一本 他就說真的 比較系統地去說 如何去做一個選舉工程的書 我自己都在搞選舉 無論是幫人選 自己參選 前前後後都接近20年的時間 其實過往我們都 經常都去台灣取經 因為台灣的選舉 可能大家都 論選部見過都有聽過 包括選舉也很激烈 包括議會也很激烈 我們以前就是去台灣取經 就發覺台灣 原來很多書就講 如何教人選舉 無論教人一個正規的選舉方法 或者教人一些什麼 暗招 去 黑人的招數 台灣都很多這些書 就有介紹 我們香港 就反而 雖然區議會選舉 立法局選舉 立法會選舉 前前後後都搞了 都是有接近30年的時間 但是我們都沒有一個本 比較正規的去講 一個選舉應該是怎樣去做 尤其是我們看到近年 都很多人是關心選舉 參選 這本書呢 就是希望可以說 給一些特別是有志去從政 無論是參選 或者是幫人選舉都好 那你要知道 如果要搞選舉 有些什麼要準備 可以的 好像讀會考 高考 大學都要拿些天書 那香港選舉呢 我們就是第一本 叫做天書 就是教人大家 所以我們原本就是 想想會不會叫做選舉天書 這本書呢 好像又好像 比較是 跟別人抄襲 那樣 我們最後發覺 其實選舉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工程 所以就叫做選舉工程師 那這裡也是教了一個 九招的 就是必實技 就是要大家去 準備一個選舉 那大致於 應該怎樣準備呢 我就不詳實講個書 因為呢 講了大家就 不會去看本書 對嗎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可以搞這個 九招的選舉必殺技呢 大家就應該 來看一看這本書 甚至可以買一本 回去看一看 反而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們接下來 這本書 可能都有一個 一本續集 就是會講一下 一些我們 民主派的對手 其實他們有 一些 我們叫做 不是很正規的 一些選舉的方法 近年我們經常都看到的 這本書 當然是講一些很正規的選舉 正路 要走正途 應該要怎樣做 但是呢 近幾年 我們現在的選舉 發覺呢 我們的對手 都是 都用各種不同的模式 就是去正式讓選舉呢 結果呢 是扭曲的 那大家可能都 經常聽得多 就是那些建制派呢 很多資源的 他們經常呢 不止在選舉 選舉前都是呢 不斷在一個區呢 是可以有錢就派野 也都呢 是可以經常去搞 各類的活動呢 有些甚至是 非常便宜的 那令到呢 很多的居民呢 真的去到選舉呢 就不投他們都不行 那這些事實上呢 都是我們 在地區工作裡面呢 都會碰到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很希望呢 香港的選民 大家要知道 一個地區人士 他是去派野 他是去搞活動 不等於他是會做一個很好的 一個幫到你手 為民請命的議員的 因為選舉其實真正正要選的 就是一個真正 去跟你的心聲是一樣 幫到你手去監察政府的議員 那這個我想是很重要的 那我分享一下呢 就是我們的對手近年 都有一些古滑招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都是我近幾年的經驗上面碰得到的 那其實第一招我見過一下的一些經驗呢 就是說呢 他們往往呢 在一個選舉 差不多臨近的時候呢 其實人家都搞選舉的 到時候呢就會是 在一個區裡面呢 就利用一些 其他的可能 的組織名義呢 就是搞一些 另一些活動 好像被人覺得他呢 除了選舉之後呢 還有很多其他事情的 我有一個經驗就是呢 在一個選舉 區議會的時候呢 選一選一下 差不多就是投票了 誰知道我的對手呢 就在那裡呢 突然間在一個區裡面的一些 公眾的牆壁畫畫 就說是搞一些美化的工作 為一個區這樣 那這些畫畫都不是 你畫的 它是 早於大半年前呢 已經向政府部門呢 就申請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在選舉 投票前幾天呢 就開始在區裡畫畫 就在一個美化工程 那好像被人覺得 哇 你又做很多事情啊 這樣 但這個就真是很奇怪的 就是 這麼多年在地區 又不去畫呢 就去到選舉前呢 就說 就會有這些招數 那當然其實 也都很奇怪 政府部門為什麼會批 有這些的團體 可能他根本是 來講會做選舉了 在選舉 關鍵時候 就讓他去做一些 地區的事情呢 那這些都是 很值得人去懷疑的 其實政府現在那個 中立性 另外呢 就 現在呢 是做一些 我們的對手 也是很奇怪的 很多時候呢 就做一些的 工作呢 就是 怎樣去 叫做 為市民做事呢 近期我都聽到 有一些故事 就說呢 有些 區的居民呢 就很想在 他們的區裡面呢 就有一些的 直通巴士 可以過境 因為現在很多 就不想 就是 我最後聽到的故事 就是 有人呢 在一個地區裡面 就是 甚至可能透過 中聯辦的幫手 就是希望在一個區裡面 在選舉前呢 就是 的時候呢 就要搞定一些 直通車 就是直通巴士 就是過境的 可能會作為一些公職 這樣去做的 那這些呢 也都是 就是 很令人 如果是事實 都很令人奇怪的 就是 坦白說呢 就 香港的選舉 如果要找到中聯辦呢 去去幫忙呢 在背後呢 都是 都是一些 令人非常詫異的地方 另外呢 就 我們 都可以講一講 一些選舉 另外有些人 做一些怪招 就是 我過去都碰過 就說 有一些街坊 很多時候呢 就 在選舉兩個陣營 民主派 或者建制派 可能都會 找一下你 有些街坊 可能是很堅定 支持民主派的 候選人 在選舉的時候 那 建制派的 那些人呢 就 說來說去都 勸不到那個街坊 那他就唯有 就告訴那個街坊 啊 那 你這個 民主派的 就挺好的 建制派的 那些人都可以幫到手 不如這樣吧 你選舉的時候 兩個都可以投入 支持兩個 那 那就搞定了 那 但是當然啦 尤其是區議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都是啦 你不可以投兩票 你一個人只可以投一票 如果你投兩票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票 變成廢票 那 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 也都有一個情況 就是 就是 似乎呢 有一些 的 派別就是了 你勸不到一個的街坊 去支持你 那就嘗試去 告訴那個街坊 不如兩個投 起碼 令到那個 那票廢了 就投不到 就是他們的對手 那這些都是 但是 我們在地區裏面 就碰到這些問題 所以呢 在這個選舉工程師 這本書以外呢 我們 我們接下來有一個續集呢 就會介紹一些選舉的一些 大家可能要注意 會不會有人用一些 叫做選舉的 一些的 就是 不叫做 不恰當的 台灣也叫做 選舉奧部 這些招數呢 就會知道 那但是呢 無論如何呢 我們都覺得呢 香港 越來越 我們都是走向一個 民主的選舉 我們都很期望呢 最遲啊 2017年呢 就有特首的 一人一票的選舉 那我們希望呢 選舉也是 除了說要有一個民主之外呢 更加是要有一個 公正 連結 的一個選舉 那所以我都很希望 大家都 無論你是不是 準備 或者有至於參選 幫人選舉 或者甚至是關心 香港的民主選舉呢 都買一本我們這個 就是 走正圖的 一個選舉工程師 看看應該有什麼 合適的部署呢 是進行一個選舉 還有看一看 有些什麼呢 要留意 選舉會不會有人 搞一些鼓滑招 那就是影響了選舉結果 那我就說到這裡呢 就給我們 有一個資深的 就是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湯家驊 當然他的選舉 也都是 長勝將軍 說說他的選舉機嫌 大家看看 謝謝 謝謝 哇 真是 真是不敢當啊 哈哈 啊 傻遇雙先生 真是不敢當 我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呢 其實是想講講選舉的意義 就是為什麼我們有這本書 我相信全大部分的香港人呢 都是愛好民主的 就算民建聯 他們都說 他們是希望香港有民主的 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那什麼叫民主呢 民主其實是和選舉不可分隔 有選舉 只可以有民主 那所以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 如果民主是一件好的事 我們怎樣去把選舉 是搞到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則 這個問題帶出的呢 就是我們要真正落實民主呢 選舉是要公開 公平 還有最重要的是 是廉潔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其實 所謂選舉 或者民主呢 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 權利 或者是層面 一個 就是選民的權利 一個 就是參選人的權利 兩者合而為一 達到一個公平 公正 廉潔的選舉 可以達到民主的要求 或者我先說說選舉權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認為選舉權這麼重要呢 其實選舉權不是單單就是說 一人一票 在一個票箱裡投了票呢 就行使了權利了 又或者我之前投了票 然後我不用投了 政府現在所謂逮捕機制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第一次投票呢 你再出決 就不用投了 不用問你了 我有一個機制呢 就隨便會找一個人頂上的 無論那個人是對 不對 是不是你投票那個對象都好 這樣做是絕對 不尊重選舉權的 選舉權不是單單說投票那麼簡單 而最重要呢 就是選民要作出一個 我們叫做 有資訊的決定 英文就叫做 informed decision 就是說你投你一票之前 你不是說 咦? 那個候選人多帥 或者他作的衣服不錯 我也穿那個牌子 所以我就投他票 而是每一票投出來 你要首先了解到 你投票給那個人 支持那個候選人 究竟是什麼人 他代表什麼 你要一個充分的了解 這個諮詢 這個訊息 它代表的理念 你投的那一票 只是真是推動民主 或者符合民主要求 那怎樣可以令選民知道 參選者的代表理念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本書所說的 這本書的教理表面上就是告訴你 參選者要留意什麼 但其實實質的主要內容 或者背入的精神 就是說選民要知道什麼 你要令到確保民主得以落實 這個選舉是達到民主原則的要求 參選者是要講得到 透過一些我們供應可以接受的方式 將你所代表的政治理念 你的政綱 你所代表的一切 可以完完整整地 傳達到選民的手上 那怎樣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是否只是在街上站著 拿著單張 有人來拿著單張 你就已經傳達到你的訊息呢 或者只是連了選舉的廣告 就可以傳達到呢 或者只是參加一兩次 所謂選舉論壇 就可以將你的訊息 傳達到選民呢 其實不是的 這本書就是一個全規劃的工量 有些人就說 這是一個選舉秘笈 九招必殺技 我覺得這些就是一些 浮誇其詞的推銷方法 大家最基本的理念呢 就是這本書告訴你 選民要什麼 你要怎樣 將你可以付出的東西 交到給選民 等到他有機會投票那一天 他會投票給你 也正是因為原因呢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現在的逮捕機制 完全不夠接受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完全不理 選民的意願 他所了解的訊息是什麼 他支持什麼 而你定下了一個制度 就是我不理你怎樣想 我求求找一個人 塞一個人給你 做你的代表 那就完全是不尊重選舉 完全不尊重民主的基本精神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講講 參選者 他們要怎樣認識 和正確地行使 他們的權利呢 也要看這本書 這本書要告訴你 什麼情況之下 你應該怎樣做 怎樣可以將你的理念 可以散發到給 你所選的選區 的每一位選民 所以這本書呢 是一個很正面的教材 剛才再講過 下集呢 未必是下集大結局 但下集呢 就會講一些選的流幣 其實現在我們香港的情況 是很可惜的 就是說我們不是 很多人參選也好 或者 投票也好 他們不是很講究真正的選舉文化 應該是什麼 反而很多政黨呢 他們在研究究竟怎樣可以走多法律呢 是可以逃過了一些選舉 特別為 維持一個連結 公開公正選舉的規限 的監管 我們覺得這個做法 是非常令人失望 也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們呢 就跟著 除了這本書 說了給你聽 正面 我們要怎樣面對 選舉文化 怎樣去推進民主之外呢 我們跟著下一集呢 請各位留意出版日期 就會講講 什麼是流幣 什麼是 一些走法律那 的一些行為 無論他真的走得到法律那 或者走不到法律那 也好 這些都不是我們鼓勵的 或者我們可以接受的 一些選舉的文化 或者選舉的行為 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時我們的選舉規例 可能有很多東西是未到位的 未可以真正監估到的 那大家最近都看報紙看到 有些參選者 他會用一些很古靈精怪的 一些行動 將自己的名字 就是用鞋印化了他 其他東西 或者用其他方法 將自己的選舉號碼 說給他的選民聽 或者是透過一些利益的輸送 希望選民去支持他 這些全部都不是 一些符合民主原則 或者真正推進民主的手法 那我們希望從這兩本書 就是現在這本 在正面的 看看我們怎樣去推廣 正面符合民主原則的選舉文化之外 我們也要看看 這些流閉是甚麼 走甚麼洞 是不可接受的 我希望各位 如果你對民主 是有一份熱誠的 你認為我們香港 應該繼續有公平公開 廉潔的選舉 我覺得一定要花幾十元 買一本書 去看看 這本書 可能不可以告訴你 很多 你或者比較感興趣的東西 最低限度 他可以正確地告訴你 甚麼選舉 是一個香港應該有的選舉 多謝 謝謝 謝謝湯家驊議員 謝謝湯家驊議員 湯家驊議員 剛才提及了一個民主選舉的爭議 公平公開連結的選舉 剛才蔡月昌先生提過 這本書只是Part 1 看看是否還有Part 2 Part 3 跟著下去 跟著下去 我們有請 香港城市大學 政治學講座教授 鄭宇石先生 為我們在政治角度分析 民主派和建制派 他在選舉中的優勢和困難 有請鄭教授 多謝主持 非常感激大家 對選舉有些熱情 有些興趣 來聽我們這個講座 這本選舉工程師 這本書 我們花點心思去編寫 其實都是為保羅市民 提供一個角度去看看選舉 當我們去說 參選者的必殺技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都希望幫助普通的選民 看看怎樣去分析候選人的種種動作 另一個目的當然也都希望 很多年輕的朋友 對香港還是有一份關懷 或者對香港一些現象不滿 希望有所糾正 也都想有所參與的話 我們都希望為他們提供一個簡介 你講民主派和建制人士的優劣 很簡單看 現在的區議會的民選議席 直接選的議席是400席多一些 是不少 民主派的區議員 事實上也只有100人多一些 101人都不夠 所以你見到 處境實在不妙的 全香港18個區 當他們去選區議會主席的時候 我們一個都拿不到的 你又見到我們的處境 在這個實際投票的時候 在區議院裏面投票的時候 那個劣勢 即使在香港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即是97年之前那一屆 當時的政府取消了所有委任議席 當然議席的時候 是比較公平公道一點的時候 我們民主派的議員 都只是在四個選區 即是在葵青、深水埗、中西區、潘塘 我們都是四個區贏得區議會的議席 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在區議會裏面取得多數票 其他的區議會也佔不了多數 那情況是為什麼呢 一般的歷屆立法會直選呢 民主運動都尚算贏得選民的支持 很多時候我們都有六成的選票 那為什麼這六成的選票 不能夠落實到區議會選舉裡面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就是 市民對區議會的熱誠參與度是低一點的 區議會的投票率是低一點的 一開始選舉時那種現象 就是說新界區高於市區 新界區又以比較傳統原居民多的區的投票率高 在市區也是公屋集中的地區的投票率高 這種現狀呢 到今天都還是大致都是這樣的 那很多特別是中產區 從半山到尖沙咀等等 你們會見到很多中產的人士呢 覺得區議會和我都沒有什麼關係 我又不用區議會什麼服務 我又不用區議員提供什麼服務 因為這個投票率呢 是比較偏低的 這個偏低的投票率呢 對民主運動來說呢 顯然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打擊 如果市民是支持民主的話 如果市民是覺得應該走出來 維繫一個制衡的力量的話 我們很希望呢 市民在接下來11月的區議會選舉呢 是走出來投票 我們是有信心 越多人投票 要我們的成績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相信民主 我們相信市民 那當然啦 我們在這本書那裏呢 在這個序言那裏呢 就有一句話 是不是說呢 有錢就贏到選舉呢 那的確有錢呢 是著數很多 正在香港大家很清楚 在生活上每一方面 在區議會選舉呢 有時候的考勤呢 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明顯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鄭與世議員 我經常都很懶 但是只要我出錢 在我辦事處請三兩個職員 大家一打電話 或者親身上去 鄭與世議員辦事處 那你見到三四個職員 立刻和你填表就填表 申請什麼就申請什麼 整水喉啊 等等都和你搞定了 你就會覺得 這個議員辦事處都不頑 我打電話去 上親門 服務周到都做齊啊 那我又在適當的時候 露一下見 特別是選舉前那半年 經常露一下見 那大家就會覺得 他都幾好啊 服務周到 那再加上 如果我呢 經常有一些 又便宜又抵食的蛇宴啊 又便宜又抵食的 海鮮周末油啊 那大家都會覺得 這個議員真是很不錯 那這個也都解釋到 建制派的議員呢 如果能夠 有充分的資源 去做地區工作的話呢 是容易的 那剛才蔡耀昌卿也都介紹過 很多啊 啊 呃 嘩 那這一類的 那些呢 都真是可以 以本商人 所以過去我們都見到呢 就是譬如有很多 組織 啊 又說要搞 啊 票站調查 那樣 那我們對他們的活動 都有很大的懷疑 就是說它在票站調查 只要取得的資料呢 是給候選人利用標站調查的資料去調兵顯像 這些都是真是有錢有資源 對贏得選舉是較有把握的現象 反過來 你說民主派能夠做甚麼呢 我覺得這本書也說得很清楚 在台灣所有參選人士或政黨人士經常唱一首歌 就說我們拼財會贏的 在香港支撐著民主運動的確是很辛苦很累 收穫長期以來都是不多 我們相信民主運動因為我們相信人民 我們相信人總要有它的尊嚴 總要有它的權利 不是一個經濟動物 我們亦都希望市民能夠珍惜他們投票的權利 認為民主制衡對它重要 所以我們才願意去從事這個運動 希望為市民服務為香港最終爭取民主 基本上都是一種拼搏的精神 既然是一種拼搏的精神 我們能夠做的很多時候都真是將勤保住 沒有那麼多錢就多做一些不用錢的服務 也都是很依賴一些熱心的人士 例如你看到公民黨也好民主黨也好 經常都會找一些法律界朋友 提供一些法律的諮詢服務 請一些醫生提供一些免費的醫療講座 現在比較流行的就是大家教學英文 這些都是民主派政黨 真的以自己身體力行去提供服務 這種情況是困難的 我們在這裏其實都是想呼籲大家 一個理想的社會是需要大家參與的 大家參與 大家的生活會有意義 我們希望大家在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大家會真是珍惜這個機會 走出來投票 不要以為 啊 區議會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也都不要以為 誰派東西就誰是好人 多謝大家 謝謝鄭教授 鄭教授一始終的講到 其實民主就是相信人民 雖然蔡耀昌先生剛才說 你的對手有很多骯髒招數 那就是 無論是美化工程 又或者是抹黑 那蔡耀昌是不是自己親身去做水喉 蔡耀昌先生 那接下來呢 我們都請 立法會議員 兼 北區區議員 黃誠志先生 為我們分享一下 他的參選經驗 以及他的秘技 有請黃誠志議員 大家好 那就不敢說了 有什麼秘技 但是呢 老實說 我們過去的秘技 今天已經成為了 所有呢 候選人所用的必殺技 我首先呢 就分析一下 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呢 我們在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所看到的一些招式 好嗎 第一 從正面開始 第一 每個候選人都會將自己的政績 就是宣傳的 即是呢 你是爭取到什麼 或者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幫了什麼人 很多時候呢 我們呢 就是會用政績 去向選民去推銷 或者呢 甚至去介紹自己 我很記得 1985年呢 我就開始 就參與選舉 不過不是我去選 我就幫我老友 阿滴志遠 就選這個區議員 就說選區域選舉 我們當時呢 第一樣的必殺技 就是一份叫做競選簿 什麼叫競選簿呢 就是一張A3 size的黑白 然後將過去呢 我們在裏面所做的工作呢 看著時序排列下去 然後呢 很多不同的政策呢 就跟著 聊聊聊聊聊 當時呢 我們的對手呢 1980年 當時沒有民主黨 民建聯那些 但是當時我在會點的時候 我用這個策略去做 那對手呢 我們就一直說 我是別哥啊 我在這裡多久啊 做了幾一年的街坊啊 那樣的策略 但是當然了 到最後呢 我們這個宣傳呢 是有用的 所以第一點招式呢 我們就是用政績 而我告訴大家呢 其實 一直以來 選舉 最重要的 都是政績 就是說呢 你要在區裡面呢 如何努力 幫你的居民呢 去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呢 這個是一定是首要的 我們要做的事情來的 那希望大家呢 要留意吧 因為為什麼呢 區議員呢 大概呢 最高票當選的候選的議員呢 是四千多票 這個叫胡志偉 過去吧 最少票的呢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就算知道都不說了 是四五百票 或者五六百票就當選 你看差整八倍啊 五六倍 你看到呢 區議員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就很專注看什麼呢 就是你那一千多萬呢 那個利益去做些事情 就是看一些黑櫃蓋蓋了沒有啊 巴士站在門口啊 垃圾桶是不是 清了啊 垃圾站的味道 臭不臭啊 很多區議員都是關注這些事情的 不是問題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呢 去到一些高層次的事情呢 其實很多時候的議員都不太理會 好了 第二件事呢 就是我講的 如果你真的只是這樣關注政績 又不夠的 第二呢 區議員呢 我留意到不僅是區議員的 還有立法會議員也是一樣的 就是要注重那個形象 那個形象 你又貪污啊 又這樣啊 那樣呢 其實你就不用選了 你的樣子已經被人告訴你 你是什麼人呢 你就不用選 所以呢 其實我們很多的候選人呢 我們都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所以站出來呢 怎樣包裝呢 不是一定要穿西裝打胎 叫正哦 我們去到一些中產區呢 我們去做宣傳過程當中呢 你留意哦 很多的中產人士覺得 你比我厲害呢 你做區議員呢 沒有理由的 你呢 不是比我厲害就選你做區議員 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跟我那麼厲害 不過你肯幫我做事呢 我就選你了 所以在中產區呢 就很喜歡呢 就提一些 跟他那麼上下 形象 他肯出來為人民 為人民服務 投票OK 在公屋區呢 公屋區要厲害一點 老實說 大家在隔壁論社 那什麼理由 你比我厲害 你就做區議員 我不是呢 所以呢 在公屋區呢 我們又會做多一些 在形象上的 譬如我自己是做社工的 我是包裝做社工 做律師 包裝做律師 不是包裝的 就是把形象推出去 最重要的是 在不同的區域裡面 你就要專注不同的人的利益 你去告訴他們 其實你這個位置 以及你的形象 如何幫到他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第二 第三呢 就是很實際 我只是說一千幾百人而已 於是呢 有些是實利了 實利也重要 據最近呢 我看到很多區裡面 我們有些區議會 又是派米 派冬菇 派這個樣子 就像剛才教授說 去旅行啊 鮑魚餐啊 80元可以吃鮑魚餐 這些都是實利的 這些大家不要小看 這些都是呢 在選過程當中呢 是對於某一類型的選民 是一定的影響的 但是當然我們不鼓勵呢 大家都是因為 你拿了個鮑魚 吃了餐啊 拿鮑米 你就投票 這個呢 我不是很贊成這樣的做法 但是告訴大家 在選舉的策略上 這個呢 在很多區裡面 是很殺性的 好了 第四種呢 你有政績啊 你有形象 你什麼都好 不過抹黑你 抹黑呢 有幾種方法 第一種呢 我記得好像一次呢 就 在報紙上 曾經有一張大的報紙 在何俊仁 選舉的時候呢 就寫著 何俊仁 包夷拉 不過中間的字呢 那個疑字 懷疑 那個疑字 找放大鏡才看到 那一出街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啊 何俊仁 包夷拉 但是我們經常少 何俊仁 他包夷拉都不知道夷拉變 因為忙到呢 自己那個時間表都不知道 怎麼安排 我又不是很相信 但是那張報紙出了街之後呢 就已經很有影響力的 所以這些呢 在很多層次上呢 其實呢 有些對手 就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抹黑我們 或者抹黑你 所以呢 你在這一刻裡面呢 你一定要淡定 不要下下呢 就 撲出去做反擊 等等 其實呢 清謝自清 你一定要慢慢澄清 還有呢 將很多過去 你那個政績 或者你那些 正面的事情呢 趁此機會呢 重新 再去包夷一次 再去推銷 那些人就到最後面呢 看回原來這些是假的 於是呢 更加可以幫到你 好了 最後經常用的策略呢 我們呢 通常呢 我們在辯論過程當中呢 都有一些這樣的處境 就是我不可以convince你 就是不可以說服你呢 我就怎樣呢 我就convuse你 我說服不到你呢 我就搞到你混混亂 在社會上呢 現在發現到呢 區議員選舉呢 是很混亂的 為什麼呢 失機無神呢 出張banner呢 成功爭取 這個紅綠燈 轉快三秒 或者是1482個報告 我呢 就這裡怎樣呢 斑馬線呢 我就爭取到 在那裡設立 大哥老實 那條斑馬線 怎麼會是你爭取呢 一定是整個政府去安排 但是呢 很多時候你發現到 一些對手呢 一些候選人呢 就用這種方式呢 不是去說服你的 他是想說服你 用這種方式呢 就去告訴你 他成功爭取 如果他真的成功爭取 他也是convince你 不過呢 你發現到 有些海報 有些橫額就不是這樣寫了 我現在通知大家 對面馬路的斑馬線 已經成功設立了 不過呢 他就沒有說自己成功爭取 但是呢 街坊看的時候呢 又覺得 這個議員成功爭取了 我的斑馬線 不是對不起 他是成功通知你 那裡有一個斑馬線 這些策略呢 大家要留意 選舉呢 原來 都有一些這樣的 就是 我們叫做 就是 又不是騙你的 是令到你看錯 這些是令到大家 confused 還有呢 就有些人呢 走出來的時候 我是民主派的 那大家叫他 你有沒有支持到普選的 我支持循序接進普選 你有沒有參加到六四遊行 我有留意到六四的遊行 這些呢 很多時候是用一種這樣的 包裝呢 就去欺騙我們的選民 其實我不可以說我欺騙欺騙的 即是他會如目混珠 混亂打視聽 所以呢 我覺得 從選舉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看你的候選人 過去的政績 還有呢 他的形象 還有呢 他不要只看一刻半刻的工作 而是一路要看呢 他也是長年累月 在這個工作上的層次 還有呢 他的成就是什麼 就不要只看兩塊橫硬 就說 哎 這裡有一條斑馬線過馬路了 那個巴士站呢 已經是成功設立在那裡了 你看到成功設立和成功爭取 是兩樣東西來的 但是如果他沒有成功爭取 而他寫成功爭取呢 你就隨時可以抓到他的 他是欺騙市民的 這些呢 大家要留意 但是呢 總歸究底呢 其實 區議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其實大多數 除了是一些民生事務呢 很重要的是一些政治議題 政治議題才是呢 我們長期呢 要為香港設立的 一個原則性的一個爭取 譬如 民主和循序漸進 你選什麼呢 為什麼現在 爭取了民主幾十年 還在說要循序漸進 爭取民主呢 這個是不是有一些 很明顯就是 我不想民主 我只想循序漸進 我想聽聽別人的話 那你就在這裏分野 整體的政治概念 政治層面的處境呢 你就很容易地去分野到 哪一類的是什麼議員 哪一類是什麼議員 然後慢慢再看他正正 看他過去的形象 看他過去的表現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他有沒有跟你親身接觸 或者他不跟你親身接觸也好 你去跟他親身接觸 跟他言談當中 跟他聊天當中 跟他聊天當中 跟他身邊的朋友呢 其實你是看到這個候選人的情況如何 所以我告訴大家 選舉呢 其實呢 是一種藝術 亦是一種實務 並且呢 是一種欺騙的方法來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最終不是候選人 他用什麼策略 最終呢 是我們選民 怎樣能夠親身接觸 透過過去的資料 透過細心了解 從而認識這個候選人 因而呢 才能夠可以 選到你適當的區議員 最後我想說一句 就是說呢 選舉 不是遊戲來的 不過 有很多人將它變成遊戲 就是用欺騙大家 或者是妖言惑眾 但是最終呢 這個被選的人出來之後呢 他是拿了你的授權 而是去決定你的命運 你想想什麼理由 你會將你的命運 交到一個求求其其宣傳 求求其其做事 求求其其 都不知道在什麼人的手裡面呢 所以呢 告訴大家 選舉工程呢 是由候選人做 但是真真正的選舉呢 是由我們市民自己去作出決定的 我希望呢 我們在今次這個 選舉工程這本書推出之後呢 大家認清楚 那些人用什麼策略 用什麼伎略 因而呢 你是細心地去選擇呢 你應該是選的候選人 好 多謝大家 多謝了立法會議員 黃承志先生 那麼 後面工作人員 不斷五分鐘 一分鐘在這裡勸我 不過勸我呢 我都要跟黃承志議員學一學呢 要成功通知大家呢 如果要買這本選舉工程師呢 就要去一號館 那麼呢 就是世界出版社 他們大眾書局那個 就是部份那裡呢 就可以買到這本選舉工程師的了 那麼到最後呢 我們不如都來一張大合照好嗎 那麼有請台上的嘉賓 謝謝大家 くださ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